抽多點水不要緊啊 我沒所謂啊 抽完汁 絕對沒所謂 其實他們不是在抽我水 也不是在抽海豚水 我們其實是同一條船 今天大家都很奇怪 動保人士去支持中華白海豚 絕對是沒有支持錯的 因為我們在講一個公義的問題 我們在講一個動物權益的問題 幾年之前我開始接觸媽媽和一班動保界的朋友 其實有些人都提醒我 你作為一個研究員一個科研的專家 你不要貼在動保人士那裡 不負貨的嘛 全部都靠這個 passion 的 完全不靠數據的 其實我覺得完全沒問題 我告訴大家 第一天17年之前 阿Samuel和我去研究中華白海豚 是甚麼原因 是否因為我要拿數據 是否因為我想做研究 絕對不是 絕對是 因為我們愛護中華白海豚 我們想保護它 所以我們會千方百計用盡所有方法 包括我們去發動動動保界的朋友 希望他們關注海豚的權益 其實今天 怎麼說呢 心情 過去兩三個星期的心情 就像剛才大家看到背景一樣 一時陰天 一時很光晚 其實我過去三四個星期 其實很深傷 我要面對這個 機管局這個大的機器 不是我 我們所有環保團體 都要面對一個非常巨大的機器 我經常說這個機器 和他們的既得利益 是成正比的 知不知為甚麼 因為這個基建 是將會牽涉 牽涉到二千億 我們的公帑 大家知不知道二千億是多少錢 有多少零頭 數一下 知不知多少零 二千億足夠我們香港 搞很多的複利 我們政府說 五百億的全民退休保障 錢都拿不到出來 但我們要拿四倍的錢 在這個第三條跑道 在三年之前 政府就告訴你 機管我們需要第三條跑道 我想告訴大家 你覺得 你有沒有被諮詢過 你覺得 你是需要第三條跑道 如果大家覺得被諮詢過 可不可以舉起對手 很靈丁的聲鬆 其實我們在一個 不清楚的情況下 被諮詢過 我們就接到第三條跑道 其實現在就去到一個 很關鍵的時刻 很多人都明白 我們現在去到甚麼時刻 我想很清晰地跟大家說 為甚麼我們搞海豚三十個活動 因為我們有三十個諮詢期 差不多可以破 這個中華白海豚的生死 我呢 不知道為甚麼 經常被人問 這幾個星期 就問 Samuel 為甚麼你變了街頭戰士 你不是做科研的嗎 坐在你的辦公室那裏 繼續做你的研究 便可以了 用甚麼出來搞那麼多事 因為我告訴你 第二天如果我想再保護白海豚的時候 可能我沒有甚麼好保護了 因為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我們做了中華白海豚研究 大約十七年的時間 過去我們見到海豚的心情 他們的生活變化很大 其實大家聽過的數據 全部都是我們的數據 他們的數目在過去十年已經少了六成 為甚麼呢 海豚可能每一天都在想 為甚麼我們的同伴一個又一個死了 我們出生的小朋友都會死了 為甚麼會這樣發生的呢 他們不知道 不過我們知道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人類 就是因為我們人類 家珠在他們身上很多的童楚 很多的苦難 包括我們吃的菜 另外呢 跟我的菜有甚麼關係 因為裡面有很多農藥 農藥慢慢去到海裡 積在海豚的身體裡便病了 或者你用到iPhone、iPad、iPhone、iPhone 那些電子產品 很多製造污染物都在影響 不是讓大家覺得自己內閣 我都用的 不過叫你們不要常常轉款 其實呢 很多的電子產品、污染 到最後都是在海豚的身體裡 令到他們生病、令到他們便宜死亡 還有我想問大家有沒有去澳門 有 我不相信大家坐車去澳門 對吧 你一定是坐船的 這些船每一天都是經過海豚的生活環境 影響著他們 製造很多的噪音 海豚是用聲音的 用聲音去偵測周圍的環境 當他們的環境這麼松爪的話 其實他們的生存很困難 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是現在呢 我們看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生活空間都被人剝奪了 我經常舉個例子 當你家裡可能有三房兩廳 今天呢 我就跟你說 不如我填掉你的客房吧 好嗎? 你不會死的 是不是? 填掉吧 好了,過了十年之後 我填掉你的廚房吧 好嗎? 都不會死的 是吧? 好了,後日我就填掉你的廁所 填一下填一下你的生活空間 現在越來越小 周圍的環境越來越惡劣 他就說 有一天再問我 不要緊啦 你出去流離浪蕩七年 花回來呢 我把蠔炸給你住 現在的情況就是 這個第三條跑道上跟你說話 650公頃的停海範圍 如果我要講環境報告的不盡不實 我想我講呢 應該講幾個小時 一個五月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呢 去到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大家要明白到 今天呢 是一個很歷史性的時刻來的 阿媽可能是你們都知道的 就是呢 我們從來呢 都未試過 為了我們的中華海豚團去搞集會 這次是香港市場第一次 我希望不是最後一次 是嗎? 希望不是 希望不是 我希望是最後一次 不好意思啊 我希望是最後一次 因為呢 其實海豚呢 是不可以再承受更加多的苦難 其實呢 過去那三十日呢 我們呢 很希望 將海豚呢 和大家的距離拉近 很多人都不明白到 喂 那些魚來的嘛 在那裡游來游去 和它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每一天你們的生活 每一天我們做一個決定 其實都對於這些生物 大陸都苦難 大家如果看過海豚三十的故事呢 看過呢 就叫麥大麻成 我告訴你 海豚三十的故事呢 全部都不是虛構的 是真是 秘喪的真人 真團真事的 每一天我們去做觀察 我們了解他們生活 我們去知道 其實他們的生活是非常之艱難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故事 給大家去感受一下 其實現在他們正在面對什麼問題 我們一會兒呢 會有幾位朋友呢 和大家說一下 海豚的故事 但我最後想和大家說多一件事 就是 現在 為何我們要找你們來 為何我們要搞誓師大會 因為其實我們 去到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如果我們不為海豚發聲的話 有一天我們是會後悔的 最近有一次呢 我們做了一個大型的 香港全港性的民意調查 我們發覺原來全香港人呢 不是好像政府裏面 那些高官的想法 以為我們不關心我們的大自然 不關心我們的海豚的 原來我們發覺有七成以上的人呢 都是覺得中華白豚是無價的動物來的 他們覺得中華白豚 我們希望我們下一代 包括我的兒子 希望他都可以帶到他的兒子去看海豚 我們要很珍惜這件事 不是他們所說 我們用經濟呢 我們可以凌駕於所有其他動物的苦難 這個是他們自己的想法 大家記不記得一兩年之前 我們都在旁邊的地方呢 做過一個集會 有誰去過呢 為了什麼原因呢 因為龍尾啊 政府呢 經常都用一些推土式的發展呢 去把這些生物呢 的福利呢 凌駕於上 現在 當日的龍尾 發生的事情 可能今天都會發生在中華白豚的身上 大家想不想看到 這些生物 一次再給一次去游輪呢 上一次我們沒有辦法 去到最後都是要用司法方式解決 今次我們希望 在環評的制度裏面 提出一個好的空間 其實很窄的 只有三十日 看了三尺後的環評報告 我們在環保團體人士 看得氣急 看完之後還要 消化了之後 反初回來 給市民 讓他們了解 寫簽名意見 三尺是絕對不足夠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已經盡我們所能 去告訴大家 有什麼問題 我只是希望 大家 今天來了這個集會 希望 你拿了一些意見表 填了之後 不單止這樣 我希望你可以 在接下來 最後一個星期 我們要告急 下星期六就是截止 我們再不去諮詢 我們不去找到 一萬個簽名 我們不找到 那麼多意見表的話 政府 和機管局 開始又在做一些事情 叫員工 寫一些意見表 如果我們不去 告訴政府 我們真的關心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的環評報告 可能附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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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記住 接下來一個星期 每一天都想想 我怎麼可以幫 中華百合團 我們已經抽夠 中華百合團水了 他們回歸的時候 已經做了吉祥文 給我們抽了十幾年水 現在是時候 大家做些事了 我希望大家 回去拿份意見表 拿到五份 拿到十份 去找你的朋友 簽了名之後 可以去提交給環保處 我們一人一順去救海豚 好嗎 現在呢 我們還想 有多一點時間 剛才說過 我們今天有一個海豚衫 E30的海豚衫 上行動 我們每天都在我們的網站 都去把一些海豚的故事 告訴大家 我想請我三位同事 他們出來 去介紹一下 我們三位的海豚朋友 我告訴你 這些朋友 可能比我平時的朋友 我見他們還見得多 我見海豚還見得多 比他們 這些海豚 是每一天 在我們的海裡生活 他們每天都在我們的海裡 爭扎求全 我很多謝 我這幾位同事 和我們有很多的同事 過去這幾個星期 是付出很多 他們去做Web site 做Facebook 每一天 去寫一些海豚的故事 為了做一件事 就是要去感動香港人 讓他們知道 海豚 都是我們香港的家庭的一份子 包括我們的貓貓狗 包括我們的野豬 包括他們所有的動物 這些都是我們家庭的一份子 我們不是大了 我們都要爭取他們的情形 我們希望透過海豚三十的故事 我們唱歌 我們用video 我們用聲音 用相片 去告訴大家 海豚三十的故事 和你和我都有關 我想請給少時間 太實知道嗎 太實知道 你會介紹哪一隻給我們聽 我會介紹一隻海豚 叫做EL01 中文名叫做拖合 大家想像一下這個故事 是一海豚房出來的 我叫做EL01 朋友都叫做拖合 我就是香港最老的八百塊團之一 研究員跟我說我已經超過四十歲 我想就等於人類的八九十歲 那大家去看我背部的周文 就知道我越來越好深了 我在香港的水域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 一路看著這個城市的變遲 心裏其實有很多感受想說 在我小時候 香港其實是一個很發展的小城市 一個很簡單的漁村 當時的生活很艱難 但是剩下機會處處 只要我們努力去答應 努力去捉雨 其實我們海豚朋友 都可以過了一些很溫暖很飽足的生活 當時香港的水域很美 很天然 海岸線都是自然的海岸線 風乾如畫 或者可能都是因為環境比較美 人類的思想都可能是比較淡純 當時的人類都還未被利用分心 海豚和人類都是香港的一份子 我們大家都很愛香港的國家 到了八九十年代 經濟起飛 香港人開始用填海的方式去發展 海上面的工程越來越多 而海上面的工程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海豚熟悉的地方 就一個一個不見了 相信你們都比我更加清楚 海上面的工程的發展 例如赤立的機場 令我們失去到八百多公頃的海域 它是史上最大的填海工程 之後有屯門的堆填區 足高灣、迪士尼樂園 恩澳、大澳、東涌的城市發展 這些一個一個曾經都是我們很深圍的棲息地 但它們都沒有一份面 在海裡面的發展 跟你們人類在地上的發展有少少不同 你們會將泥土和運營土 倒入我們海裡面 我們的地方是完全消失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我們海豚 可以用海水 將你們深海的地方 一個一個一個去掩護 你可以想像到我們其實有多麼相實 在水域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們人類開入我們棲息地的船 就越來越多 工程船、沙船、大大小小的貨船、高速船 不斷展過我們的棲息地 影響我們白海豚的安全 而它們發出了噪音力 都令我們加無靈一 我們想發聲都發不出聲 其實人類已經在別近我們的聲音 在這些可見的工程和船隻的威脅之外 大陸的珠江湖 我們還不斷地排放一些污染物入海水一邊 那些污染物是一些無色無味的殺團武器 我們海豚的小朋友抵群力比較差 出生不久就腰節 這個人類逼走我們這些老爺就已經夠了 還要絕在我們的口 香港玫瑰那時候說五十年不變 現在只是十七年 我們海裡已經有天翻地覆的改變 我們棲息地越來越少 受著不同的威脅 我們已經不可以承受更多的破壞 而現在第三條跑道 正正就會將我們港盡殺絕 聽了我講了這麼多威脅之後 不知道各位香港的市民 敢不敢受到我們的海豚 究竟受到什麼威脅 如果你們都還感受不到的話 可以仔細地看一看你們現在周圍 香港的環境 其實你們的處境跟我們一樣 環境越來越差 只不過是你們被人蒙蔽太久 麻煩你們一聲一聲 其實我由1996年 即1997年已經認識了一個同學 他其實很淒慘 我想說多一點點 以前就是在足高灣 迪士尼那一帶 很快的生活 慢慢發洩 又被迫到大嶼山東北 現在港主要大旗 又被迫到大嶼山西北 接下來第三條跑道 他就被迫離開香港 很慘 有人跟你說 香港華檢查 去大陸主 你爭不爭 他現在就這麼說 第三條跑道填海 不要緊 七年之後會不會回來 那你們去哪裡 可能去大陸 你願不願意去大陸 你想想海潔的慘況 接著又到 阿奕 大家好 我叫做NL33 人稱靚媽 旁邊的一個 就是我的寶貝BB 他今年兩歲半 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應該要大概去參加 游泳班 聶食班 唱歌班 很忙很忙的 所以我就盡量長話短說 唉 其實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 主婦 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幾年 不太喜歡去旅行 又沒有什麼見識 一直都住在大小河都州 不過這陣子我要搬家了 說來話場 都二十幾年了 常當年 人類說要在赤立角填海 在一個機場 那時的大嶼山 人少屯多 大家生活得十分之和諧 人類又保證對我們五十年不變 他們那時有需求 就算要我們犧牲那片 機場填海的地方 那片食物的富裕之地 我們都願意包容 都覺得OK 到後來 機場工程來那裏花天福地 不少街坊都走了 幾年之後 人類又說要在大嶼山東面 那裏建一個迪士尼樂園 給小朋友玩 始終東面都一直 都是比較少團友住的 而且 連那裏的原居民 DL01 何俠都願意遷出 那我們其他團友都沒有什麼意見 又到了前幾年 人類又向我們有所訴求 這次是說要建一條大橋 連接對岸 我們當中都有一些團友反對 作為一個沒有什麼見識的 師奶仔 我其實都不知道怎樣參與 結果 可能就是因為反對的聲音太少 人類沒有聽到我們的訴求 現在 就是因為這條大橋的人工島 令我 由龍谷州 回到大小摩都州 家裡的那條路 縮窄了一大半 簡直就是寸步難行 唉 我家裡現在四周圍 都停下了大大小小的船隻 烏煙瘴氣 我的小朋友又出生不久 於是我唯有捨棄了住二十多年的大小摩都州 跟其他街坊去沙州、龍谷州和大原山西面那邊住 但其實那邊都有大橋的地盤 而且也有另外一班海豚在那裡長期居住 我們搬過去之後 我們就迫在一起 唉 競爭多 摩擦又多 生活真的很難過 很多老朋友都牙不住 為了我的小朋友 我唯有咬牙關 希望大橋快點完成 我可以有機會回家 不過到最近 我真的很生氣 人類又跟我們說 他們說要賺多些錢 所以機場又要建另一條跑道 他們有沒有為我們海團想過 又說大家互相尊重 現在多了一條跑道 這樣就是我回家那條路 又窄了 那我怎樣回家那條路 我們想反抗 人類就頒布了一本白豚書 說我們海豚享有的自由權利 是他們授權的 其中一個人類 HK689更加說 不可以為保育而保育 最近聽到朋友 是一個佔領 不是 是海豚三十行動 說要為我們發聲 沒錯 我們要發聲 我們不要做沉默的一群 我們要為了我們小朋友的將來 站出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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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33 以為漂亮 平時都不關心政治 不過沒辦法 現在生活艱難 踩到上心口 沒辦法不出聲 到你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天講的這個故事 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是來自大馬城的 請問有誰見過我的兒子呢 我的兒子是不是死了 沒可能的 我昨天才跟他玩完 死了 是 我的兒子已經死了 是不是機場第三條跑道 為什麼你們這些貪欖的人類 只會不斷侵佔我們的家園 和破壞我們的環境 此情高智慧的你們 究竟有沒有好好反省過呢 我叫大馬城 CH34 年輕的時候 我的貝旗 曾經被一條很粗的馬城換穿 馬城加上上面的垃圾 是這麼多年以來 纏著我的貝旗 影響著我的游水能力 恢復著它靜靜十年 好幸運有一天 這條性終於掉了 換來的是一個永久破船的我 貝旗 我在07和11年曾經懷孕 07年很不幸地 我沒有了一胎 當時我非常之心痛 可能是經驗不夠了 下一胎不會順順利利呢 11年 我又再次懷孕了 吸收了上一次的教訓 今次我特別注意每一個細節 容許自己有任何出錯 看著兒子一天一天地長大 我是非常之感動 但是好境不常 惡夢有一次功能在我身上 我兒子有一天 他突然之間動都不動 慢慢沉入水底 沒有再呼吸 我一次又一次 日復一日地想把兒子托上水面 希望他再次呼吸 但是他也沒有再吸到我口氣 直到第七日 一直沒有進食的我已經很累了 看著已經腐爛了的兒子 我的心 比背棋的傷更痛 但我只可以忍痛地 被我的寶貝離我已去 任他純粹飄浮 陰陽明拳 之後 我和其他屯媽媽傾訴過 發現原來不少媽媽 都曾經有個喪致之痛 而且原因都是不明的 後來聽老一輩的海豚說 原來我們吃的魚 都是有很高的毒素的 毒素一直在我們身體裡累積 直到三小蚊仔的時候 就將毒素過給他們 餵奶的時候 也不斷將毒素過給我們的下一代 由於他們的抵抗力很弱 結果毒素就會將他們一一殺死 海豚只可以餵好魚 因此我們每一生的胎 都是一場賭榜 一場用小生命做賭注的賭榜 我們大嶼山的北社群的海豚數量 已經不斷下降 全因為不同的填海工程 佔據著我們的生活地方 生存空間不夠 令我們很難找到交配的機會 在這裏的環境已經很差了 魚的數量下降 海水污染 要生一個健康的寶寶 簡直就難上加難了 環境已經沒得再差了 再棄第三條跑道 是不是上網將我們逼去死角 我們這個海豚社群 也都再沒能力抵抗更多的環境破壞了 我們沒什麼倒注症了 都好 孩子你不用怕了 媽媽很快會來找你的了 我們可以向誰申訴 我們的兒子又可以怎樣呢 是啊 你有沒有見過我的兒子 謝謝 我再想說一次 海豚山上的故事 是真實故事 是每一天都在發聲我們的海裏 只不過我們人類比較難忘 我們住在陸地 我們可能是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看不到他們的虎荷 我們很希望 我們作為海豚代言人 我們可以幫他們發聲 他們沒有能力去包圍這個立法會 他們沒有能力去包圍這個橫支會 他們靠誰呀 是不是靠我們呀 是 我們一齊聽團聲 救團命 我們一齊好嗎 聽團聲 救團命 聽團聲 救團命 香港我們一齊救 香港我們一齊救 我們中華代團一起救 我們中華代團一起救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助言起行 不單是今天你去填這個意見書 還可以在最後剩下一個星期裏面 去不斷找你身邊的朋友 去告訴你海豚的故事 讓你知道我們現在的海豚 去到一個很緊急的關頭 我們香港去到一個很緊急的關頭 我希望 將來有一天 你都好像我這樣 可以帶你的小朋友 出去欣賞這些中華代團 因為這個香港不單是屬於我們 亦是屬於他們 多謝大家 可能我想沒有任何我們的 也請您掃除 酒 因為究竟 從你看彼此 謝謝 Yi 我 每天